烟藏风加上灵霜剑 恐怕这个世上没有人可以打败他 这是史诗级皮肤慕容华的首次吃笔 他意气风发地找到烟藏风 要烟藏风交出灵霜剑 可当他得到灵霜剑时 却发现灵霜剑无法使用 还回到了灵霜剑的手中 要不是他逃得快 恐怕会伤在灵霜剑的剑下 人千行说出他拿到灵霜剑时 和慕容华一样被吸走了真气 难道这绝世神兵灵霜剑 只有烟藏风才能使用 可这也太没有道理了 为何偏偏会认烟藏风为主 不只人千行想不通 就连慕容华也百思不得其解 他唯一知道的是 烟藏风的雷神怒加上灵霜剑 已经是天下无敌无人可挡 既然只有灵霜剑 可以解开生死期的秘密 那我们也只能转而利用烟藏风了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什么是生死期 难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灵霜剑更吸引人的东西吗 如今时机已经成熟 慕容华没有隐瞒人千行 说出生死期隐藏着 富可敌国的宝藏 只要得到生死期宝藏 再加上绝世神兵灵霜剑 就可以起兵称王登基称帝 一统天下为我独尊 可人千行却怀疑 生死期宝藏只是传说 未必就是真的 这个宝藏是真是假 有人见过吗 五百年前 英顺天大将军 打造了这座生死期城 毕竟毕生的宝藏埋在其中 火纳在一场和建筑的决战中 让人双双同归于尽 大将军英顺天死后 他的后人为了避免遭到清算 从此改姓慕荣氏 成为了隐居起来的慕荣世家 而作为慕荣世家少主的慕荣华 岂会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次日清晨 贺怜霸找来人千行三人 宣布了一件大喜事 要将败玉尔给嫁出去 义父 你要我嫁人 嫁给谁 我左思右侠 能与你互相匹配的 只有他 贺怜霸打算将败玉尔嫁给人千行 瞬间让场中的三人傻了眼 他们三人的关系错综复杂 败玉尔喜欢掩藏风 人千行喜欢刘依依 而恋赤血又喜欢人千行 这三个人在本剧当中 可谓是人所皆知的舔狗级人设 因此三人都反对贺怜霸的决定 可贺怜霸却认为 不解决两人的终身大事 两人就会为了刘依依和燕藏风屡次坏事 所以两人必须成婚 除非燕藏风为了败玉尔 能够拿着凌双剑前来交换 否则婚礼不会终止 很快人千行和败玉尔大婚的消息 被贺怜霸传了出去人尽皆知 本以为这件事反应最大的会是燕藏风 不曾想还有一个人更为激动 那就是败玉尔的舔狗逍遥狼 逍遥狼认为败玉尔是被逼无奈 才会答应嫁给人千行 于是他火急火燎地找到了燕藏风 希望燕藏风出面阻止这场婚礼 我没有理由去阻止他们 难道你忍心看这月尔羊入虎口 月尔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是羊吗 如果他是羊的话 你看他入虎口 你为什么不去 败玉尔盗走凌双剑仪式 让燕藏风看清楚了败玉尔的真面目 更何况刘依依就在身边 燕藏风要是前去阻止婚礼 岂不是辜负了刘依 而作为舔狗的逍遥狼 感情上无法打动败玉尔 武功又不如人千行 因此他更加的无能为力 只能天天郁郁寡欢已久交仇 无心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自作主张找到了败玉尔 替逍遥狼表达了爱意 希望败玉尔能够取消婚礼 我从头到尾没有喜欢过逍遥狼 就算我不黑人千行结婚 也不会是为了他 请你回去转告逍遥狼 让他别自作多情 败玉尔的一句自作多情 可把无心给气得不轻 认为败玉尔是有眼不识经相遇 气呼呼地离开了至尊萌 将这件事告诉给了逍遥狼 谁知逍遥狼得知无心前去替他表白 反而大发雷霆则怪起了无心 你把我的脸都丢到至尊萌去了 我的事情需要你插手吗 我告诉你 你还是死心吧 我和你去见是不可能的 逍遥狼的话把无心伤得体无完肤 让无心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他生无可念地来到死心门的后山 打算跳崖自尽让逍遥狼后悔一辈子 却不想无心即将跳崖时 无意中踩到了一个机关 打开了一个密室的通道 这瞬间引起了无心的好奇心 奇怪 死心门伤后 怎么会有个密室呢